我们能为后代子孙留下什么 这个妈妈在过世之前 留给女儿的不是大笔财产 而是无花果苗 钓鱼你要给他鱼吃不如给他钓干 你就是给他一个 怎么样去规划你的一个那条路怎么走 这是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陈美铭退休后的生活 是在妈妈巧妙的安排下 从一个学校职员变成农夫种无花果 这个就靠打我了 这一只我切不掉 很少做粗活力气不够大 也怕晒太阳的他 在台北住了三十多年 回到彰化普新老家务农 一切丛林开始学 它是影头花 其实一个果 你们吃到的是它的花 那个花是包在里面的 无花果它包着花的果实皮很薄 怕粉介壳虫附着在上头 也怕天气温差大裂果 一点点碰撞都得避免 两株枝干跟枝干之间不能让它重叠 然后如果重叠的话 它不通风 不通风的话它比较容易有菌 小心翼翼的整理枝条 固定在棚架上 还要仔细修剪侧芽 才能让果实更饱满 这些知识都是夫妻俩 在接手母亲留下的 200株无花果苗后开始学习的 起初不只是陈美宁不习惯物农 原本当警察的先生李天宏也不懂 光是整理园区就花了好大心力 那时候我刚退休又太胖了一点 八十几公斤 根本都比较没有这么好的体力 要把树枝踩下来 我真的很累很累 有时候想说太累了 要蹲下去休息又怕晕倒 努力撑着才把荒废的葡萄园 改种无花果树 但第一年不知怎么施肥 果树结实累累 却都毫无甜味 接着又碰到台风侵袭 它一泡到水的话 它的根系就会败坏掉 所以我那时候泡到水 我200多株的无花果 死到剩下大概70几棵 好几次夫妻俩都想放弃 却又在想到母亲时打笑念头 因为这对陈美铭来说 有特别的意义 我妈妈如果有读书 她一定是个女强人 她很多事情 她都可以看到后面去了 其实她的母亲 是个平凡的农村妇女 照顾一家老小之外的时间 她养猪种葡萄补贴家用 过世四年多了 陈美铭想起妈妈时 还是会回老家看一看 打扫打扫 她工作很俐落然后很快 我有一点点遗传到我妈 她们种的无花果也是妈妈给的 那时候老人家的身体状况 因为常年喜剩 每况愈下 过年后她去住院 然后她才跟我讲说 她有擦了两三百颗的无花果 放在田里面 然后你如果说要去看一下 她发芽的情形 然后看看怎么样回来 就是我到医院区的时候 要跟她讲 当时陈美铭一头雾水 不知道为什么母亲 坚持剪下院子里 这颗无花果树枝 牵插繁殖小苗 还指派给她困难的工作 我跟她讲说 其实我不会种 你弄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办 她跟我讲说 没关系你种下去 我会在田 在旁边教你怎么做 她说我们是在四月的时候种下 那一批无花果 种下去之后 就是她 其实成长还蛮快速的 那种好之后 一个多月 我妈妈就走了 妈妈过世后 父亲身体也不好 花园慢慢荒废了 无花果树也枯了 她似乎有点理解母亲的用心 可能她是想说我要留下来 种这个果下去之后 我必须留下来雇我爸爸 然后我还有一个收入 就是种无花果 可能会有收成收入之类的 那时候我才去体会到说 原来妈妈的意思就是 用这个果包绑在家里面 绑在中部 因为母亲其实也知道 她常年在北部工作 压力大作息不正常 身体早就出状况 生平做了第一次身体检查 然后发现胃里面长了一颗肿瘤 我其实刚开始 我并不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 一般的那个什么洗衣肉之类的 医生跟我讲 你要马上赶快拿掉 那拿掉 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她还蛮担心的 她突然领悟 也许母亲是希望她回到乡下 务农运动好好养生 只是还没来得及传授她 如何种无花果 陈美鸣只好自己想办法 我刚开始务农的时候 从前不会被那个本届科同打败 然后去上课的时候老师教的 找到好老师之前 他们到处问人都碰壁 我跟我老婆去她店里面要买 她竟然说 你要撒肥料什么的话 有没有经过人家 知道你说怎么做 我说没有啊 她竟然说不卖我 还好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 问出蛆虫方法 可用葵花油加洗碗精 调成葵无露 能保护植物取代农药 混了之后要给它 搅晃蜜死之后 乳化之后 它才会效果会出 在农场该如何管理呢 我是一度想要去请教 那个有种植无花果的人 结果我千里挑挑的 跑到南部去 很远耶 从我家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去参观一下 你们家的无花果 结果他先生说好 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 我吃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闭门羹 如果放弃就等同 辜负母亲的愿望 陈美名不服输 他上网看资料自学 透过朋友找到 愿意指导的农事所老师 慢慢摸索出方向 怕晒太阳的他 也能自己调配务农时间 这一天傍晚 他们有重要任务 他们学会把在家 调好的葵无露 加入酵素溢肥当中 吃肥兼蛆虫 天黑前喷洒 避免溢肥曝晒在阳光下 造成叶片灼伤 从第一年 他们什么都不懂 没施肥 无花果长得多 却不甜 到后来越做越有心得 虽然无毒栽种比较辛苦 还得常常看老天脸色 很难保证每年都有好产量 但看到树梢上的果实生的健康 所有付出都值得了 我会觉得 我不种这个干什么 我妈妈为什么要给我造这个麻烦 但是后来 老师一步一步把我带上来之后 我觉得好有成就感 妈妈留下的果树苗还成就了孩子第二段人生的事业 就是妈妈可能就是要留一点什么念想给我 因为她知道我的个性 我一旦做下去 我可能就是会不断地去挖取一些尝试一些知识来运用到我的 我的种植方面 织女莫若母可能是如此 妈妈才给了她这样的挑战 直到女儿会逼自己进步 对农业产生兴趣 之后还会想挑战种植新品种水果 退休后的人生反而比以往更精彩了 你给她很多财富 那个其实是花得完 像妈妈给我的就是 我给你苗 就是给你牵插好的苗 你就照着你就用这一条路你自己去努力去执行 这样就够了 妈妈给她的不是有形的财富 是要用心努力才看得见 才能有所收获的珍宝 从小苗到一整片无花果园 母亲的爱也在这里延续 应该会她会以我为荣 她会觉得说不愧是我女儿